好 各位先進 各位委會老師 大家好 我是蕭麗人建築室 今天很幸運跟各位來說 做說明 那基本上我們張蓋勢大利工程中心這邊的一些基本需求之後 也大概畫了一下各樓層的平面圖 那基本上建築面積大概是兩千五百米平方 就是大概五十成五十建範 然後總容力板平均是五千七 因為地下三層 地下一層和原則 那結構系統 基本上剛有說明過以SC 剛購為原則 那其他的需求的話 就大概就是說 因為補合建築法規的話 至少要有雙車道通達建築線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要環廠洞線 以臨停或滿足裝卸貨 也要至少四處 那以這個面積來計算法電停車的話 大概要22步的平面停車 那裝卸貨停車為三步 那我剛剛看到就是說 因為那個葉片有25米到35米 所以出入口的話 理論上要留一個至少 要留一個30成50的一個網廠 那個葉片才可以慢慢把它置進 置入 所以這個是我們最基本的一個基地的條件 那我把相關的建築法令在這邊都有做一個條例 那再請各位老師 各位先進來參閱 因為每個學校他所在地的城市 他的系路計畫的建築位置不太一樣 所以需要基地的大小也不太一樣 那這點再請各位老師來做一個參考 那基本上有一些高度的基本需求 那作業廠區的近高度基本上是12米 那以上的話 還有一個天車的高度 跟結構的高度 那這個就是看我們到時候實際規劃的那個 需要的程度應該是多少 那實驗室辦公室進高度 出訂是天花下進高是2.3米為原則 那基本上有三層的實驗室 那實驗室設備 我們看到B1也是實驗室 那然後有一個中央區有一個那個 剛剛中央有一個那個離心的那個基礎下面的那個 基礎的深度要5米 那實驗室 那大概的那個我們的高度要求的原則大概5次 那以下的話是我們所有的空間內容 那我們是根據中心這邊提供的內容 然後實際實際畫在裡面上 然後把它在這個表上做一個整理 那這個也提供給各位現金幫助參考 那基本上一樓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就是右下角這邊是離心機 上面的話是葉片的一個試驗區 那左下角這邊的話基本上是辦公 會議室辦公室理心機控制室 主要的大廳是在右下角 那這個是基本原則 那當然會隨著日後的 詳細設計來做一些調整 那 那相關的空間名稱跟它的需求的面積 我們有留在左下角 這也請各位參考 那地下一樓的話基本上會有一個離心機 帶來正中央 那其他三面的話就有各式的實驗室 設備、儲藏空間、土壤實驗室、準備室等等 那這個詳細的位置跟相關的面積也請各位來當參考 那中間有一部分那個打點的部分 那個基本上是那個湖 那個土壤回田 那這個也是在這邊再說明一下 那二三樓的話基本上是以辦公室為主 那有各類型的辦公室 維護運轉辦公室、研究室辦公室等等 那符合那個消防的法規的話要兩支討生梯 那至少一支樓電梯、無障礙的樓電梯、男女側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專案辦公室、布魯士、炒嘴鍵等等 等相關的設備 那整個造價預估的話 我們這邊有針對結構體的部分 地下室的空間跟大垮度的結構工程 然後附屬辦公室的結構工程 我們都有分開來條列 那我們主要的來源是根據 因為我們最近台北市都市更新的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 因為我們不希望將來造成流標 那我們覺得這個造價要項 目前列出來、條列出來的造價標準 是比較貼限於目前市場的實際發高價 所以我們希望做一個比較精準的一個預算的一個估計 在這邊 然後以上的部分是直接工程部分 下面的話是間接工程部分 包括設計、建造、工程、管理、污染、空氣、污染、防治費、工程準備性、工業藝術等等 總共加總的話大概是四億八千九百八十萬 大概是這樣 那例面 未來的例面風格參考的話 我們把第一實驗室跟第二實驗室的造型 在這邊也給各位看一下 將來的造型外觀可以 它可以是有一系列的一個風格 又保有它自己獨有的一個特色 那這個是我們先study的一個大概的一個 大概的一個實驗室未來的一個外觀造型 給各位做參考 那以下基電的部分呢 我們也條列了一下 就是五大管線的需求 包括電器、消防、空調、弱電等等 那這些比較細節 根據實驗室有一些比較特別的一些設備 我們也都有跟中心這邊來做反覆的一個確認 那這些也給各位老師做參考 那以上是我們的一個報告 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 各位也可以提出來詢問 謝謝